好,那么回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定理,它就是说,如果S是个有界级,并且F是个有界连续函数。 然后那张E是set the points on denaries, such as this is not true。 那么如果这个E是零测路级,F就在S上,它是可记的。 好,那么这个是13.5,定理13.5。 那么先把E写出来吧,E等于什么呢? X属于这个, such as the negation of this segment.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它的匿名题。 好,那么呢,我们就讨论, 如果X0呢,它不在E里面。 同时呢,如果FS continues at X0, 那就是说, 那么就是说,then, 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意思就是说, Discontinuous points is at most E。 对吧? 如果它的E以外都是连续, 那E呢,它又是S的字迹。 对吧? 最多是E。 然后呢,我们这个假设是什么呀? 如果E是零测路级。 也就是说, 它最多,对吧? 也只是个零测路级, 就是它最多是它不连续的点。 那就说明什么呀? 那就说明FX。 嗯,这样。 那就说这个积分呢, just for some, 对吧? 对于某一个, 包含了S的插方形。 这个意思。 有了这个之后呢, 就推出来。 SF,它是存在的。 好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讨论, 如果 X0, 它如果是内点的。 它如果是内点的话, 我们已经有什么呀? F, F是一个连续函数, 对吧?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它在内点的话, 那就说F F等于Fs and some neighborhood 对吧? 哦, 因为F是连续的, 对吧? 那么 F 它是连续的。 也就是Fs, 它是连续的。 如果 X0呢? 它是外部呢? 它是extérieurS的话呢? F呢? 对于Fs Fs等于0, 对吧? 你把这些话直接招担一下就行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核心呢? 还是说, 如果它是在boundary上, 因为我还在boundary上。 X0呢? 我们知道它may or may not bns 它有可能, 也有可能不在s。 但是呢, 因为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它不在e, 也就是我们至少能确保它不在e。 对吧? 它不属于e。 OK。 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的下, 意思就是说什么呀? 它先不属于, 它又属于boundary, 那也就是说, 它的匿名题是真的。 对吧? 它的匿名题为真。 那也就是说, 对吧? 也就是这个意思。 好, 根据这个情况呢, 我们知道, 它是连续的。 对吧? 对吧? 所以说, 它等于0。 然后呢, since, 这个连续函数呢, 不是这个连续, 就是这个函数呢, 它要么等于f, 它要么等于0。 对吧? 好, 它要么等于f, 要么等于0。 那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x, 2, x, 0, f, s, 也等于什么? 0。 对吧? 这个, 这个比较显然。 因为, 如果你看哈, 你在这个某一个x的领域内呢, 你有这个f呢, 它是和0任意小, 任意近。 那这个fs呢, 它要么等于f, 如果它等于f的话, 它也可以跟0任意近, 如果它等于0的话, 它可以跟0也任意近。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显然的哈。 好, 但是呢, 我们要想要证明什么? 我们想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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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它是连续的, 也就是说, 我们想要证明什么? fs0.0。 对吧, 我们想要证明fs0.0。 好, 这样子我们才能说它是连续的。 那现在, 如果x0, 它不等于s呢? fsx0它自动就等于0了。 如果它等属于s呢? 那么fsx0, 它是不是和f一样了? 那fx0就是等于什么? 好, 那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定理就证明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定理。 下一个定理就是说什么呀? 你看这个fs是有界级, 有界连续元素, 但是重要的是说, 如果a是它的内部, 同时它在s上可击, 那它就在a上可击, 并且它们俩基本是相等。 如果这个存在, 那么这个就存在, 并且它们俩相等, 依然我们有这个。 好, 那么这个定理是13.6。 13.6。 好, 我们看一下13.6。 那么, 我们如果想要证明这个定理呢? 我们首先, 我们想要证什么? 如果fs, 如果它在x0连续, 那fa呢? 它就在x0连续, 并且呢, fax0, 对,fsx0, 好吧, 我们先证明这件事。 因为, 我们如果证明了这件事的话, 如果我们证明了这件事的话,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有什么呀? 假如我们已经证了这件事, 那也就是说,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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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存在, 也就是, fs, continuous, but on, 一个零测度机, 对吧? OK,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fa呢, 它也是, 对吧? 因为, 我们证明了这个, 对吧? 好, 然后呢, 也就是说什么呀? 它就存在了, 对吧? 好, 那么, 我们先证明存在, 然后呢, 我们再证明它们相等, 那么怎么证明它们相等呢? 因为什么呀? 我们看这个, fs-fa呢, fs-fa等于零, 对吧? for, x, 不属于d, 因为我们证明, 因为我们有这个吗? 它连续并且它们直相等, 对吧? 那它们两个函数相减的话, 就是个零函数, 对吧? 那么, 有了这个, 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于某一个包含了s的一个长方形, 我们能得到什么呀? 它等于什么呀? 它等于什么呀? 还记得我们之前证明的一个定理吗? a function that vanishes, except on a zero measure set. 那么它的积分值, 就等于零。 然后呢, 现在我们在利用它们两个积分都存在, 也就是说什么? 我们用它的线性, Linearity, 所以,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它们俩相等。 好吧, 那其实这个就等价于什么呀? s是吧? 对, 对吧? 那就ok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证明这件事。 那我们来看怎么证。 看一下, 我把这个移到, 把这个移到这儿。 好。 移过来一点。 好吧。 好。 那我们先来证明这件事。 好。 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 我们刚才我们上个电影, 我们先讨论它内部, 外部, 和它的boundary, 对吧? 我们现在同样的, 我们如果讨论, 如果它在内部, 如果它在内部, 它在外部。 对吧? 那我们就能证明什么呀? fs等于fa, neighborhood, fx, 对吧? 所以, trivial。 我们主要的呢, 还是讨论, 它如果在boundary上面。 boundary上, 因为我们有fs, 它是在x0连续, 对吧? 也就是说, f, s, x, fs, x0, 对吧? 当x去x0连续的时候。 但是呢, 每一个neighborhood, fx0, 它都能交集, intersects, 它都能与什么有交集啊? width, s, 同时, 还有rn-s, 这是我们这个boundary的定义, 对吧? 好, 那么, 有了这个, 同时呢, 我们对于每一个neighborhood, x呢, 我们都有什么呀? 我们肯定会有什么任意的小呀, epsilon呀, 对吧? 剪这个, x0呀, 小于epsilon呀, for x, x怎么怎么样, 对吧? 但是呢, 特别的, 特别的, 如果x, 它是属于一个neighborhood, 交上rn-s, 如果它在rn-s里的话, 我们会得出什么呀? fs, x, 它就等于0, 对吧? 那就得出来, fx, fs, x0, 效率, epsilon, 那是任意的apps嘛, 那就有fs, x0, 定于0, 好吧, OK, OK, 我们有了这个东西, 我们有了这个条件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分析分析, 我们看fa, 我们转回看fa, fax等于fsx, 或者, 它是要么等于fsx, 要么它等于0, 对吧? 那么, 同样的, 还像我们刚才一样, 我们就能推出来什么? 是不是等于0? 好, 同时呢, 我们有什么呀? fa, fax0, 它等于0, 对吧? 因为什么, x0, 它是不属于, interiors, 对吧? 对吧? 那, fa, conditions add, x0, 并且fa, x0, 等于fs, 那我们的定义就正B了, 好吧, 好, 那我们这个section就结束了, 我们进到下一个section, 叫rectifiable sets, 就是可求长级, 可求长级呢, 它的意义是什么? 嗯, bound set, constant function, 1 is integrable over s, 那么就说它是可求长级, 所以它是有界, 并且这个函数1, 它在s上是可基的, 然后呢, 我们定义s的体积为这个, 那么呢, 我们现在就有两个这个定理哈, 关这个定理, 然后就结束了, 这么, 这节课就结束了, 好, 那第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 可求长级的等价刻画, 那它等, 等价于什么? 可求长等价于它是有界, 并且它的boundary是0色度, 我们证明一下这个定理, 14.1, 好, 就这样比较短哈, 我们, 还是证一下吧, 因为1s呢, 它等于什么呀? 1, 0, 如果s对于x, 如果它不等于, 不属于s, 对吧? 好, 我们看这个方向, 我们让q, 包含s, 长方形, 然后呢, 因为什么? x, 对吧? 它是属于s, 因为它有个领域是包含于s的, 对吧? 那我们就有1s, x的1, 它是连续的, 如果是exterior的话, 是0, 对吧? 不属于x, 下都一样, 如果x是属于boundary的话, 也就是什么? 对吧? 另一个地域是, 一部分的, 也就是说它不连续, 对吧? 它不连续,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你这个在boundary上, 对吧? 你任一个邻居呢, 它这里, 这里的, 都是1, 这里的都是0,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它在, 它在这个boundary上, 它是不连续的, 因为你不管这个neighbor, 选的多么的小, 它这, 它这边是1, 这边是0, 对吧? 所以它不可能是连续的, 因为这个epsilon如果它是1分之1嘛, 对吧? 那就, 没办法吧, 你就没办法吧,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给多的是, 给定的是什么呀? 它是0测度器啊, 我们, 我们正是这个方向, 对吧? 它是0测度器, 好, 那, 也就是说什么呀? 1, S, 它在Q上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什么呀? 1, 是存在的, 好, 这个方向正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说, 如果rectifiable, 也就是说, 这个const function1, 在s上是可及的, 好吧, 那如果是这样子呢? 我们知道什么呀? 我们还是考虑一个Q, 包含S, Q, E, S, 我们知道它存在, 当前进当什么呀? 当前进当, 它, 它是0测度器, 因为我们在这里说了, 对吧? 它, 如果是在bounder的上号, 它就不连续, 它只在bounder上不连续, 但是, the boundary呢, 它存在, 就能推出来什么? 它存在就能推出来, 就能推出来, 它的measure是0, 对吧? 那, f is bounded, 它rectifiable, 它rectifiable, 就一定说它是bounder, 对吧? 所以这个, 没问题, 就是它的等价刻画, 这个比较重要, 以后肯定会用得到的, 记住, 如果它是可求长级, 那么它就是有界, 并且它的测度, 它的bounder的测度是0, 好, 那么现在这里呢, 有一些定理哈, 这里有些定理, rectifiable和vs大一点于0, 这个呢, 就是根据我们那个线, 线性性质, 如果0s, 它是小一点于es, 对吧? 定型的s0呢, 它肯定是q0s, 它是0的, 对吧? 那0呢, 又小一点于se, vs, 对吧? 这是根据我们那个linearity, 也不是linearity, comparison, 然后monitority, 这个呢, 也是根据我们之前那个什么, comparison, 对吧? 然后呢, 这个additivity也是根据我们刚才那个, 就是line, 就是那个properties, 就能推出来, 然后DEF呢, 看一下DEF, 如果它是可求长期, 它的体积等于0, 当下仅当, 它这个集合本身是0测度, 好, 那让我们看一下, ok, 那么, D的话, 我们以前知道它是rektifiable, 它是rektifiable, 也就是说什么, es, 就是存在的, 对吧? 好, 这有某一个q, 但是这是不重要,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之前有一个定理, 就是说, 我们知道, es等于0, but, on, set measure0, 为什么, 我们说是这个方向, 忘说了, 我们说是这个方向, 就是如果, 它的积分值等于0的话, 并且我们知道它是nonnegative, 那根据我们11.3, 我还记得吗? 如果它是, 我们还记得, 如果f大于等于0, 并且呢, 这个qf等于0, 那么就是说, 它vanishes, except on the set measure0,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它vanishes, except on the set measure0, 好, 那么, 我们知道什么, es不等于0, on s, 对吧? 也就是说, s它就是这个0侧度计, 行吧? 那么这一边呢, 我们回吹过来了, 因为s呢, 它是0侧度计, 对吧? 它不等于0on s, s是0侧度计, 那么, 我们再根据那个什么定理, 如果f vanishes, vanishes, except on the measure0, 就如果它, 只在0侧度的集上去, 是不为0, 那并不能改变它的积分为0, 这个事实, 那么, 就能读出来什么呀? 它还是等于0, 那也就是vs等于0, 对吧? 好, 这是d, 然后呢, e, e它说的是什么? 如果f, 那么, vs等于va, t, 这个根据我们那个刚才那个13.6, 对吧? 就是一下就推出了, 就是那个, 这个, 对, 对吧? 这个我们是推过的, 好, 这个就不追出了, f呢, 最后一个, f呢, 就是说了, 你看哈, s bounded continuous function, then f is integral over s, 我们看一下, s rectifiable, 以后我的rectifiable缩写是rect rectifiable, 这是我rectifiable我的缩写, 好, 它等下于什么? 看我们这里, 它等下于什么? s bounded, s它是零测读记, measure zero, 对吧? 然后呢, f呢, 它是从s到r, 它是bounded continuous, 对吧? 好, 那么, 我们根据这个, 13.5,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刚刚正的那个定理, 13.5, 它这里说什么? 它是bounded set, 并且呢, 它是bounded continuous function, 你看我们这都满足, 并且呢, 是e is set upon your boundary as for the condition, 等等, 其实这个不用管, 因为我们只需要知道e, 是bds的子集, 对吧? 对吧? 那我们这个已经说了bds是零测读记, 那e也是零测读记, 对吧? 那f就integrable over s, 正b,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性质, 还有这个可求长期, 就先讲到这里, 这个性质以后会用得到, 好, 那我们下一个再见, 我们证明了这个存在条件, 对吧? 对吧? 这个是这个积分的这个性质, 后面也证明我就跳过了, 因为, 其实不是特别难, 就是比较烦, 它当时也比较累, 好, 那么就先到此为止, 好, 好,